石湖虛普通科門診 我們有一位運作助理 確診了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我們在診所也進行了追蹤調查的工作 初步我們發現有五位診所的同事 曾經和這位確診的同事吃過午飯 所以五位的同事會被定為密切接觸者 其中有一位是有病徵的 全部我們都會安排隔離檢疫 另外就是我們也幫診所裏面 其餘46位的職員做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現在是等著結果的 有部分同事都是有上呼吸道的病徵 其中有三位病徵比較重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他入院 另外我們都拿了40個環境的樣本去調查 做檢查 現在都還在等著結果的 都想說回這位運作助理的工作情況 其實他在4月3號起 有些咳嗽和喉嚨痛 但是當時他就沒有發燒 所以他這幾天都是有上班 他在門診最主要負責的工作 是幫診所做清潔 他就是沒有跟病人直接接觸的 也都沒有接觸過那個胸後退役的樣本 這個診所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暫停開放 會做一個徹底的清潔 同時間我們會聯絡那些預約了的病人 安排他去其他診所就診 那裏大概就是260位病人 另外這位同事其中有一天 都會去打鼓領普通科門診工作 所以這間診所我們也都會暫停服務 進行徹底的清潔 我們稍後也都會通知受影響的病人